嗨 各位又見面了 今天來拍這個5月份的外送回顧 第一件事情呢 我想先講這個關於我們的閃電標的問題 之前有一位觀眾喔 他每一部影片都在問說 關於閃電標有什麼看法這樣 那我今天就特別把你這個問題放在這支影片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來討論看看好了 閃電標就是我們前陣子 沒雨季嘛 5月份有一陣子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 然後這時候呢 如果你要點我們UberEat的外送 他在店家的前面會有一個閃電的標誌 然後後面會寫一個外送費100塊 難得出門吃飯就想點外送 不過可要注意了 如果之後在上面看到一個閃電符號 就代表這家店的外送費用會提高 下面外送平台宣布調整外送費用 之後看到閃電符號 意思就是這家餐廳的所在區域 外送員工不應求 無法消化訂單所以會提高外送費 我一開始 我以為是沒有加入優想方案的民眾喔 你才會要額外的支付這個外送費 結果我之後我發現 我自己有加優想方案 然後我自己去點的話 他外送費一樣也是100塊或是108塊之類的喔 那我記得有一次下雨天我在外送的時候 那個客人就跟我說 你們現在外送費怎麼那麼貴啊 下雨就漲這麼多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個圓圈要跑完的時候就下單了 他趕快按那個取消取消 結果來不及了 那東西就送過去 他點的飲料200多塊 加外送費就變300多塊了 他就跟我說他覺得很不合理 那當然我也知道我也覺得很不合理 因為同樣是下雨天 我們隔壁棚的熊貓 他的外送費還是一樣啊 9塊19塊29塊 跟我們比起來是完全不能比的喔 那我之後想了想齁 這的確是一個很不合理的收費沒錯 那為什麼我們的系統要這樣子去收費呢 我認為在下雨的時候 第一 我們的需求量會增加 我們對於外送的這個服務需求會增加 那我們的攻擊會減少 我們的司機上限的人數會減少 一個需求增加一個攻擊減少 那價格當然就會往上跑啊 這個往上跑 他的價格吸收了之後會去哪裡呢 我覺得在於一些肥單啦 我覺得主要就是肥單啦 因為我們下雨天啦 有些單太難送了 東西太多的 不好送的 距離太遠的 92090大家一直聚單之後 我們的Uber 這個肥單系統就是 越多人棄單 他的價錢會越來越高嘛 有時候你一單飲料單可能兩三百塊 那他給你的外送費 他跳出來竟然是 一張單一百多塊 那這個錢要去哪裡補 我覺得就是從這個閃電標的權去 把它補過去啊 那這樣我是覺得有點 挖東強補西強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解決方法 最好的解決方法我覺得就是 下雨天的時候我覺得不要有閃電標 我覺得這個是 不太合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我們要跟熊貓競爭嘛 這兩家 寡戰廠商他就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你熊貓沒有閃電標這個東西 那你Uber給人家收了 那你是自然而然就是把我們Uber的客群 推到他們熊貓那邊去啊 所以你這樣即便你單價收高 你的收益增加了 但是你的顧客量下降 我覺得這樣子對公司 長遠難看應該也不是一件好事吧 我覺得下雨天 最簡單的就是用 鎖遠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不要讓 客人去點到這種太遠的餐點 太遠的餐點 他就間接影響去造就了肥單的產生 肥單產生的話公司你就是要花錢 那這個錢怎麼來 你用閃電標去 去把錢拿過來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 效益上不是很好 如果你是鎖遠單 即便是我們下雨天 你的單都是近的 那我們司機去接他的誘因也還是高的 因為下雨天其實 說真的你有在跑下雨天的你都會發現 下雨天絕對是會塞單的 遠單絕對是 沒人會去接的 所以說 所距離的話 讓我們司機盡量都是去接近單的狀況 相對於 剛剛的狀況來講 就比較不會有肥單的產生 那沒有肥單的產生 那公司就比較不會虧錢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 可行的方法 那對這個閃電標的討論 大概就到這邊了 我本來想說 這應該沒什麼好講的 結果我想一想之後 他的 能講的東西好像也還是不少 所以這真的是 一件事情雖然他很簡單 可是你只要願意去花心思去思考 其實你會發現他 背後的東西真的是還 蠻多可以去討論的 好那再講到第2點 就是 我想探討一個 5月份常出現的問題 我把它叫做錯誤的加碼 什麼叫錯誤的加碼呢 這個比較常發生在我們 UberE上面 比如說現在 我們中午 氣象預報說 可能會下雨 可能會下大雨 Uber就會給你加碼 一單加個 15塊 20塊 那5月份 我有一陣子 發現官方有加到30塊的都有 那什麼叫錯誤的加碼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官方 誤判了我們的外部的局勢 外部的局勢就像是 我們說下雨 下雨的時候 我們對於外送的需求會提高 所以說我們要 給予一些加碼 讓司機有誘因上線去接單 但是這個錯誤的加碼 就是說 公司給了加碼 就是預期說 我們會下雨 結果他之後 並沒有下雨 還是一樣是個大晴天 或是頂多是個陰天而已 但是你的加碼已經寄出啦 司機已經 全部都上線了 準備好要迎接這個 預期中的 報單 結果沒有報單 結果是報司機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是一個 錯誤的加碼 就是你給了加碼 但是 你卻沒有去 完美的 Match到我們外部 這個環境的改變 所以說變成就是說 司機很多 你加碼也很多 但是就是沒單啊 因為司機太多了 那反而導致你這個加碼的這個 好意沒有被吸收到 那司機上線的 或許他沒錯 他跑一單可能會變成60塊 但是他單量並沒有變多 所以說實際上來講 他一個小時 他能創造的收益 其實是並沒有增加的 所以我認為說這就是一個 錯誤的加碼 那反觀於 UberE 我們隔壁的 熊貓 我覺得熊貓的加碼 他給的就比較有 合乎外部環境的變動 而且他的 加碼給的也比較細微 怎麼說 像我們UberE的加碼 常常就是 中章頭 美單加15塊 或者是台中市區 美單加20塊 他最多最多 就是到這麼細 但是我們的熊貓不一樣 熊貓他可以給 風源區加碼15 東台中加碼20 西台中加碼20 大理區加多少 他給的是這麼的細微 因為其實 像下雨來講好了 最基本的 用下雨這個狀況來解釋的話 風源下雨 可是台中不一定下雨 台中下雨的話 大理不一定下雨 大理下雨的話 東勢也不一定下雨 海線下雨的機會又比較大 所以說熊貓用這種 很細分的區域去劃分 我覺得他的加碼 比較可以貼合 實際的情況 也就是比較不會造成 我剛剛講到的這種 錯誤加碼的狀況 這一點我覺得 熊貓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說我認為說 我們Uber以後要加碼的話我覺得 可以去劃分的 再細一點這樣子 當然我覺得 應該是 很困難 應該是 不太可能這麼做 因為 我們Uber不可能像熊貓 劃分什麼 風源區啊 什麼東台中西台中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很籠統的 什麼中張頭 什麼台中市 我覺得大概也就是這樣 好那再來 進入到今天的重頭戲 也不算重頭戲 就是 5月份我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 5月份 4月份 9月份 這種 外送的淡季 都會 讓司機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會不要換工作 因為你孤魯會顧得很累 或者是說 我要不要去雙開 去開另外一個平台 換邊做看看 或者是說兩個平台一起雙開 在5月初的時候呢 因為我之前 3月4月的影片都講 熊貓現在對我來講 就是說他給我回鍋 回鍋加碼 我才會去跑 比如說什麼 1單加50 10單加300 這種我才會去跑 不然熊貓的話 我平常就已經不跑 我現在也都是在被綠包 但5月 發生了一點改變啦 簡單來講就是我又回去跑熊貓了 然後也雙開了這樣 5月下旬的時候呢 熊貓給我的獎勵就是 好像是1單加50 然後 5單還10單加300這樣 我就跑了 短短的幾單 我就把那個加碼獎勵換回來 那我跑這個加碼獎勵的時候 我就發現 熊貓的單 好像變得比uber還近了 因為我們前陣子uber就是 他拉長了消費者的那個 點餐距離 那我現在發現說 熊貓他的距離其實 不比uber遠了 因為以往來講 熊貓最讓我抗拒的 就是說 他的取餐跟送餐 他的距離很遠 那有時候 你一單就會讓你 風源市區 直接跑到快大洋那邊 但其實你看我們現在uber 也是這樣 uber甚至是 你一單就可以讓你 從北屯到風源 或者是風源 直接一單送到後里 這樣子 所以這樣相較來講 熊貓的單好像 也沒有這麼遠 就人家說痛苦是比較出來的 所以說我現在又開始在跑 熊貓了 好那我現在想要來 分享一下我這三天就是雙開的狀態去跑熊貓跟uber 我雙開的表現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圖表這邊 我這三天 禮拜二三四 那我平日的uber是頂標 我跑到二標65張 那我總共花費時間是19.4個小時 那雙開的模式下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 雙開你都是 應該會以熊貓為主 uber為輔 那你的uber就會全程都開上線的狀態 有進單就接 有順路的就接 那我個人是比較 相反 我是以uber為主 因為 你看我這麼多影片 你應該知道說我個人是 比較偏好uber 那 也真的是如此 所以說 我這80幾單裡面的uber佔了65單 熊貓只佔了18單 那我的方法就是說 兩邊的單都來的話 我會以uber為主 那uber有單的話 你熊貓就是一定得拉修不可 因為熊貓有取餐率的問題 所以不可能像uber這樣隨時都讓你開著在線上 好那我們再回到薪資的部分 這19.4個小時 我的uber收益是3854 總共跑了65張 那熊貓的部分是948元 總共跑了18張 那熊貓在 這個禮拜跟上個禮拜 我覺得有一些非常反常的東西出現 熊貓的餐期呢 最近真的是 每一個餐期都在加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跟改新制 應該是有關係 新制的話 我覺得 通常一個制度的改變 一定會有 非常多反彈的升當 熊貓或許是想要藉由這個加碼 去模糊這個新制的焦點 那當然我個人對熊貓的研究也不多 這只是我 自己的一些小想法 小推測 那我補充一下 我這948塊錢 從熊貓這邊拿到了948 我沒有拿到任何的燙獎 熊貓最近 一堆XXX之亂 什麼369之亂的對不對 我都沒有拿到 我就是把熊貓視為一個 非常佛系的這個接 接單App 有單我就接 沒有單就算了 沒有達到燙獎 那也沒關係 所以說我覺得 我這個新制應該是 還算是客觀 他只有一些 餐期的加碼 我那種 循環式的三天一輪的燙獎 跟那個什麼XX之亂的 我都沒有拿到 其實我並不排斥雙開 我也認為說 如果你是只有一邊平台的司機 你可以考慮去開 另外一個平台試試看 怎麼說呢 相對我來講 熊貓他一定要有加碼到 10塊錢 或是15塊以上 我才會願意去開熊貓 那當我今天在評估 我要不要跑Uber的時候 我也會去 開熊貓的系統 來看說 他今天有沒有給 我的居住的這個風源區加碼 如果說他給風源區加碼 15塊的話 那我合理的 判斷了 我就會認為說 那今天跑Uber的話 單可能會還不錯 因為 就我們司機來講 這兩個平台 是有非常大的替代關係 如果說 熊貓給你加碼的話 那這個時候 司機就會比較偏向 跑熊貓那邊 那Uber這邊的人 可能會稍微 少一些些 所以說這個時候 如果我選擇 今天 我好好專心來跑Uber的話 或許Uber的單 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我自己判斷的 方式的 但當然這個 不是一個決定 因為畢竟你也知道 會影響單量的因素 非常非常的多 但我就 一個 這兩家平台的替代關係 我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那我自己認為是 還算 蠻準的 我覺得還OK 你可以試看看 那如果說熊貓今天 沒給加碼的話 那這兩個平台的單 誰多誰少 就不一定 就看你個人的偏好 你想要跑哪一家 那就去 好那如果你是想要 開另一個平台的 帳號的話 那你又沒朋友的話 那你也歡迎用我的邀請 我都放在下面的地方 那再來呢 我覺得 最近看熊貓的App 真的是一打開 一點點去看 還是一樣啦 我覺得他界面還是覺得很複雜 然後跟Uber比起來 但是我覺得熊貓他的 活動真的是非常的多 像我今天 一打開App 我看到一個 去熊貓超市取餐 他就會送你一罐 白凡市基金 我覺得 很特別 很特別 但我覺得這是 熊貓平台釋出善意吧 的一個方式 至少我覺得 這個方向是好的 因為像是你看我們Uber 我做Uber做一年多了 我也沒看到Uber有辦什麼活動啊 好像有一個 活動是辦在老虎城那邊的 可是我覺得 司機去 參加的那個動力 其實 也是不大的 因為畢竟他沒有給你一些實質的 有幫助的東西 至少熊貓他辦的活動啊什麼 累積積分啊 然後什麼 什麼一些聯賽啊 什麼一個新手加一個老手 然後組隊去 降級的任務這樣 他至少是 有活動 然後會給你獎品 不然就是用抽獎的方式 那我覺得熊貓 這一點是我 我個人是真的覺得 還蠻 還蠻認同的 那如果你要跑熊貓的話 因為你的錢包 複數了 你要匯錢回去 那這時候我就非常推薦一張 神卡 我們將來銀行的 將將卡 如果你要辦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我的 那個邀請 他好像 我忘記會有什麼優惠了 好像是100 100點 點數這樣 那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就是他一個月有66次的 轉賬次數 所以說你每天熊貓下線之後 你可以把錢 馬上轉回去 你一個月轉了30次之後 你還有36次的轉賬額度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是 跑熊貓來講算是 非常好用的一張卡 推薦各位可以去辦這一張 那有些人問我說 對熊貓心智有什麼看法 其實 說真的我還真的沒有什麼看法 因為 我跑熊貓的經歷 並沒有說非常的多 那他現在改新制之後 我之後也會維持雙開的這種 方式下去跑 那我覺得 到底有沒有什麼改變 我覺得需要一段時間去驗證 那就我個人目前的經驗我覺得 跟以前來講差異性好像不大 但我覺得他的系統有稍微做了一些優化 像我們現在每天 你都可以馬上 用內部的那個 歷程 方式去查到說 我們現在取單率是多少 不用像以前的 你要去 登入網頁 然後還要去打你的熊貓的那個 ID 這樣才查得到 我覺得這個方面 至少是 蠻方便的啦 像我現在如果我看到 我上線前我就看到 比如說我現在是顯示99 99% 98% 那我就知道說 等一下有單如果我不爽接的話 我不用去轉單 我就直接按拒絕就好 我覺得這一點是對司機來講 是一個 蠻方便的點 這樣 然後關於 熊貓燙講的部分 我有一部跟芋頭哥一起合拍的影片 上個月上在芋頭哥的頻道 就是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一部是關於燙講的 那其實那一部我有拍一部 完整版的 因為當初芋頭哥找我們合作嘛 那時候他是說 一個人大概花三分鐘 兩三分鐘的時間 但是我一個不小心 我又給他講太多了 所以 我那時候是 接了一個 比較短的精華版 所以說那部整部我好像拍了到六七分鐘 對如果 有興趣的話我之後再上片好了 不過那是 算是沒什麼東西啦 很瞎聊這樣子 好那五月份的外送回會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那我覺得 六月份之後天氣就會 非常的炎熱了 我覺得中午跑兩個小時 就會有一種快要中暑然後頭暈暈的感覺 就是 大家如果跑 熱天的中午的話就是記得一定要補充水份 不然就會中暑 你做這兩三個小時然後中暑個一天不舒服 那就得不償失了 好那就是各位 保重身體小心騎車 拜拜 應該熊貓大包很難用 軟軟的 可是那好像也沒辦法改進 對 我喜歡Uber大包它上面就是 它字比較硬的這樣 Uber那個後面的大包你這樣吹下去它就會碰一聲的 熊貓的一吹下去就貓就凹下去了 Uber就是怕你眉蛋的時候包包比較硬讓你可以這樣吹它 笑 笑 好像差不多都這樣